韓國大臣 劉河千上將 韓國大臣 劉河千上將 今天 我們來到這裡 共同追思劉河千上將 並且頒發包揚令及覆起榮點 向劉河千上將致上最高的敬意和感謝 劉河千上將不僅推動國軍打造第一代海鷗級飛彈快艇 更執行向荷蘭採購艦榮級潛艦的計畫 在造船的過程中 劉河千上將更親自前往荷蘭 確保工程順利進行 讓國軍的水下作戰能力更加完備 另外 我們現行的國防法及國防部組織法 也都有劉河千上將的規劃和構想 國防惡法的實施 建立了軍陣 軍備和軍令運作的專業分工體系 確立軍隊國家化 國防法制化的發展 劉河千上將對國軍的組織變革 有著深遠的影響 劉河千上將從參謀總長卸任以後 能擔任總統府戰略顧問 關心博士 新系國軍 並和許多外兵交流 促進國際間對區域安全的了解及合作 劉河千上將的堅持和努力 鞏固國家的國防安全 也為國軍同仁樹立崇高的榜樣 劉河千上將的貢獻將永遠被我們銘記在心 最後 我要感謝各位歷任的國防部長 以及諮商委員會的委員們 圓滿完成諮商的各項事宜 我相信 我們都會秉持劉河千上將 建設堅韌大五位海防的精神 繼續推動國防自主 發展國軍現代化及專業化 展現自我防衛的決心 共同為守衛海疆盡一份心力 謝謝大家